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进入2022年底以来,特斯拉投资人开始对其执行长,马斯克分心管理推特表达担忧。 他在10月以440亿美元收购这个社交媒体平台。 此外,特斯拉分析师还调降了该股的目标价,担心中国需求疲软将影响这家电动车制造商明年的交车辆。 而且,马斯克在6月曾表示,特斯拉将在未来三个月内将其受薪员工人数减少约10%。 据Electrack报道,特斯拉将暂停招聘并进行新一轮裁员。 特斯拉告诉员工,公司正暂停招聘,并证实下个季度将出现另一波裁员。 该报道指出,知情人士透露,特斯拉方面已告知员工,公司已经暂停招聘,并预计将于2023年第一季度启动新一轮裁员。 特斯拉的电动车除了销量下降,导致股价冬跌。 据美国媒体CNBC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对涉及特斯拉的事故的电动汽车启动调查, 而特斯拉的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被认为是事故的一个因素。 12月,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调查清单中心增的撞车事故,包括感恩节撞车事故。 该撞车事故导致2021款特斯拉Model S的一名司机在旧金山海湾大桥上的车道上不规律地行驶, 导致8辆汽车陷入困境。 根据美国加州公路巡警交通事故报告书资料,一名司机告诉当局, 由于它的特斯拉全自动驾驶软体FSD一外刹车, 因此导致了该起在旧金山湾区发生了8辆汽车连环锥撞的事故, 导致8人轻伤,1人住院。 另据CNN报道,该事故车辆Model S当时以约每小时55英里的速度驶入最左侧车道, 但随后突然刹车,速度降至每小时20英里,导致后面汽车锥撞。 报告书表示,无法确定事故发生时全自动驾驶是否处于开启状态。 一名高速公路巡警指出,能掌握确切情况的只有会将资料回传的特斯拉。 根据从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获得的数据, 该机构正在调查至少41起涉及特斯拉汽车的撞车事故, 其中涉及自动紧急制动等自动功能或autopilot、FSD和FSDβ中包含的更广泛的驾驶员辅助系统功能。 记录显示,这些早期调查中有14起涉及导致死亡的撞车事故。 该公司还面临消费者诉讼以及联邦合州对其安全声明和行销做法的审查。 加州DMV指控特斯拉围绕其驾驶员辅助系统进行虚假广告。 在最近对加州提起的消费者诉讼的回应中, 特斯拉表示,它未能实现其长期理想的目标并不构成欺诈, 它只会通过不断严格地改进实现自动驾驶。 此外,特斯拉为了尽快逃脱在自动驾驶的负面漩涡。 有消息称,特斯拉前不久向台积电下了一笔巨额晶片订单, 选择了这家台湾晶片制造商,而不是韩国半导体巨头三星。 该订单是计划在未来用于特斯拉汽车自动驾驶系统的先进制程晶片。 此外,台积电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兴建的1712英寸晶圆厂, 得到了苹果、AMD、徽达的站台支持。 早在2020年,随着美国开始计划将关键技术生产带回美国, 台积电启动了在美国本土建厂的计划。 随着该工厂的完工,并雇佣了250多名美国人在该工厂工作。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在12月早些时候的一次活动上表示, 该公司在亚利桑那州的新工厂投产后将产生100亿美元的收入。 刘德因还补充说,该工厂每年将生产超过60万片晶圆。 未来落成后,台积电、美国新工厂将得以生产先进的3奈米、4奈米工艺晶片, 除了苹果已经表态会采购外。 此前有消息称,特斯拉也悄悄下单了。 而DigiTimes Asia现在为大众提供了交易成功的确凿证据。 据其报道,在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的带领下, 特斯拉选择了台积电而不是三星。 这些晶片将用于未来的自动驾驶系统, 这也使得特斯拉成为台积电的第七大客户之一。 另据其消息显示,特斯拉还已在台积电位于亚利桑那州的 美国新工厂下单4奈米晶片,预计2024年开始量产。 此外,台积电近期还拿下了福斯、通用、丰田的订单。 根据业内最新讯息,这些晶片将从2024年开始制造。 这也是特斯拉汽车首批4奈米晶片的时间表。 业内专家和分析师认为,这些交易对三星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 并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该公司未来几年的半导体生产利润。 据悉,目前特斯拉的FSD晶片由三星14奈米独家代工, 架架设计为三个四和Cortex-A72机群,算力可达每秒144T。 显然,升级到4奈米意味着,新一代FSD晶片的运算效能力度会更高, 同时也会有着更好的功耗表现。 今年早些时候,特斯拉选择三星作为Vision自动驾驶系统的镜头供应商, 因此这对这家广受欢迎的智慧型手机制造商来说, 并不全是坏消息。 半导体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各国际车厂改变了传统供应链模式, 选择直接对接晶圆代工厂。 从订单状况来看,台积电横扫7奈米以下车用订单, 包括特斯拉、福斯、通用、丰田等车企客户。 台积电车用纪微控制器业务开发处处长先前表示, 预期2021年至2026年车用半导体市场将以年复合成长率16%快速增长, 2026年达85亿美元。 此外,立基电董事长黄崇仁也指出, 过去在传统车厂当中, 一台汽车所需的晶片成本约在500美元至600美元之间, 随着半导体在汽车电子上扮演的角色发生重大改变, 每部汽车上用到的晶片有望从现在的500美元增加到2000美元至5000美元。 半导体业内人士称, 一直以来车用半导体市场为英飞灵、恩质浦、瑞萨、德州仪器及易法半导体的天下, 考量成本与产能调配, 外包给晶圆代工厂的比重约两成多。 而随着前两年晶片荒改变车链生态模式, 晶圆代工来自车用电子领域的客户不再只是以IDM厂为主, 既有IC设计客户也加大车用晶片研发、设计力道。 同时,国际车厂更是陆续宣布将投入晶片设计, 并找上晶圆代工厂合作。 其中,粗略估计车用晶片约八成都是采用28奈米上的成熟制程, 大部分与ADAS自动辅助驾驶相关的晶片约两成采用14奈米以下, 而此部分只有三星与台积电能接单, 又以台积电技术良率为之领先。 因此,业界也不断传出台积电拿下多张7奈米以下车用晶片订单。 此外,台积电也与福斯、异法三方合作, 同时也取得通用汽车晶圆代工长约。 半导体业者进一步指出, 目前电动车战场以特斯拉为首, 技术约领先竞争对手3至5年, 先前与台积电合作多时, 但在2019年却将自驾晶片Hardware 3.0交由三星14奈米7奈米代工生产。 但随着AI运算能力与安全性需求大增, 再加上三星良率与效能不佳, 即使代工报价再便宜, 特斯拉也不得不回头与台积电合作, 因此将Hardware 4.0交予台积电代工, 且会在美国新厂投片采用4奈米制程。 此外,在台积电计划于2024年量产的美国新厂中, 特斯拉将成为前三大客户。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谢谢。